米莱西瓦学道研究为弗拉蒂斯拉夫大工 以以后萨利亚国王的天赋 一二一九年建造了 这个教堂庆祝上帝的圣田 在今后的几个世纪内遭受了大的损失 1863年军医 米海洛·奥布雷纳维奇大工的努力中建了 从建筑写的观念来看 教堂水拉斯卡留白 有单天的地面 有三部分形成的滚台 圆堂和建厅 在两边有小教堂的机外建厅 庆祝圣九尔基和圣地米特里 他一二三六年左右建筑了 教堂原先一二三五年左右用画装饰了 最好的伊比鲁斯画家做了圣像机 大部分的壁画在十六世纪 由龙京画家做了 壁画中特别有意义的是名称叫 白天色的壁画 和属于尼曼尼基家族的统治者小巷 这个许导员里的壁画 认为是十三世纪最好的欧洲艺术作品之一 圣像机过设计弄坏而射掉了 今日能看到的圣像机 组成于十九设计墨 由无名的画家集团画起来了 弗拉底斯拉夫国王 一二三七年从特纳沃社 拿过来了圣萨瓦的圣故 而把他们专重安葬了在学导员里 不过西南巴夏 一五九四年把他们拿带了到别克莱的 就让过他们被烧掉 学导师拿走圣故时却保留了一个手 他一段的时间放在米莱西瓦学导员 一段的时间放在布雷乌里市圣萨尼教堂里 学导员不管好几次被强劫 却具有很丰富的保护 十六设计时这里有过了朝鞋学院 自一五四四年至一五五七年 这里也有过了银着城 一三三七年这里进行了当事 在米莱西瓦学导员为 里不列破列社六公里远的 米莱西瓦河边 接下来到你一段时间 我猜就会遇到你一段时间 你会遇到我所有人